哈喽大家好 马上我们就要带αβ去小树林玩了 一直以来都有人问我们 为什么带αβ去小树林的时候 不给他们拿上玩具 今天呢 我就给αβ带上这三样玩具 然后我们去小树林里面玩 给大家看一下 平时我究竟是为什么不给他们带玩具 现在呢 我们来到小树林里面 咱们就开始来玩这三个玩具 来α 就把飞盘捡回来 飞盘 干嘛 飞盘干嘛 飞盘飞走了 大哥 行啊 不玩飞盘是吧 那玩这个好不好 这个球好玩吧 阿伯你干嘛 你玩啥呢 阿伯现在咱们是玩玩具 剪的这好玩吗 你不剪飞盘 不剪球 那玩这个行不行 哪里玩呢 拉一下 来快 起 快 你起一下 贝塔来 来来来来 阿伯就象征性的站起来 做了一个样式 然后把贝塔给忽悠出去 我剪了 我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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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剪不烂 他俩为什么在外面 就这么不喜欢玩玩具呢 因为外面有非常多的可以玩的东西 比如说 他们可以互相的追赶 除了可以互相疯狂的追赶之外呢 他们还喜欢干一件事情 那就是去找鸟 鱼鸟吧 这 快 看下有没有鸟 快找一下 他们俩除了喜欢找鸟之外呢 还有一件事情很喜欢做 就是 剪树枝 看这块的时候我手上有个树枝 然后呢 他们俩就会 贝塔 贝塔这儿 在我这儿 就算这个树皮 他俩可能都觉得比这个玩具好玩多了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带阿尔法贝塔出来的时候 不带这些玩具的原因 在外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代替这个玩具